男子來到農會超市 不是要買東西 右手拿著長長西瓜刀 挑正中午到超市搶劫 女店員在位置上 嚇得不敢動 眼睜睜看著歹徒 右手拿西瓜刀 左手打開收音機 拚命拿起鈔票 得手現金一萬多元後 逃之夭夭 在隔壁搶的 當時你在這裡 一個大概幾歲的 我不確認幾歲 被當時嚇到就怎麼 來到農會超市 募集歹徒刑搶過程的店員 都受到不小驚嚇 不願再多談 歹徒五號刑搶 至今還沒落網 就怕有其他店家可能受害 業者也擔心 同一家農會超市 會找歹徒再次鎖定 警方不敢大意 來到現場來回尋找相關證據 那歹徒供吃貨 一萬多元之後逃逸 那本案本分局 掌握相關市政 並積極組成專案小組 來積極侵辦當中 調閱監視畫面 刑搶前歹徒就騎著機車 來到超市外 戴著帽子 口罩 手拿長長西瓜刀 監視畫面 清楚拍下車牌號碼 警方追查之下 發現連騎來作案的機車 都是髒車 但巡線已經鎖定對象 全力追起中 要盡快將光天化日之下 刑搶超市的歹徒逮捕歸案 記者張春華 賴筆箱屏東報導